我們要窮盡洪荒之力 然後發動所有黨內的統治 甚至聯合在野黨以及民眾 為了民眾的健康 為了台灣的環境 我們要堅決的反對 何在使民進口 何時的部分 好像黨中央這邊的態度是有轉彎的 國民黨的 我瞭解的國民黨共識是我們反對 核災食品進口 所以不是轉彎 這就是國民黨的基本共識 市長因為當初700萬票的支持 那現在民進黨可能再度沒收 那市長這邊還會有動作嗎 我們要窮盡洪荒之力 然後發動所有黨內的統治 甚至聯合在野黨以及民眾 為了民眾的健康 為了台灣的環境 我們要堅決的反對 核災食品進口 那如果假設 福島食品他們的 進口的那個標準是通過的話 那市長這邊你覺得 現在很清楚的 我們國內 沒有足夠的檢驗能力 來檢驗 食品 從日本來的時候 是不是帶有輻射 除非日本願意出祭 沒有輻射的證明 可是據我了解 日本並不同意這件事情 所以核災地區食品 對於民眾健康 心理的恐懼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靠我們自力救濟 我們必須靠我們自力救濟 我們必須靠我們